随着物价不断高涨 食材的成本也是跟着增加 而现在即使是一般的煎包 或者是小笼包 至少要花10元以上才吃得到 但是在三重区 竟然有一家小吃店 它的小笼包以及煎包 一颗只要5块钱 不少消费者知乎 真的是佛心来着 即使是过了用餐时间 来购买小笼包 或者是煎包的消费者 依然是络意不绝 老板一边跟我们聊着 手上的动作一刻也没听过 哦 煎包啊 煎包就是菜而已 隔壁菜 南菇菜这样啦 有的才会吃菜 就是都会吃煎包啦 煎包就古早味的 越吃越好吃 小笼包是用蝴蝶肉 跟腸头 小笼包是肉的 都是全肉的 吃起来比较好吃 可能人家你吃吃吃的 就有信用 就继续 口味就不敢改变了 那今天我们做哪个啊 做三四十年喔 虽然物价不断上涨 食材成本也跟着增加 但是考量到消费者的薪水没有涨 还有不少忠实顾客 是不会赚钱的学生 所以即使到现在 仍然坚持一颗卖五元 那就好吃了 就是有的很多人就问 哎哎哎 好吃 是好吃来买的 不是为了五颗来买的 五颗是大众化的 因为很多人做小孩喔 吃到带牧 新孩子又和母孩子带来吃 所以这是你做宝儿最大的新酒干吗 对啊 对啊 成就感就是说 你这样人家这样 这么久久了 做得多 烫得少 在过就好了 虽然小笼包或是煎包 一颗才五块 但是无论是内馅还是大小 可没有因此缩水 不少食量比较小的消费者 吃个四颗就很有饱足感 已经找不到 那么便宜的小笼包跟水煎包了 因为这么大颗五块钱 以别的地方的水饺 随随便便一颗就要五块多了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 又省钱又会饱 又实惠 蛮好吃的 这个是我现在吃的是小笼包 那是包肉的 然后另外的水煎包是包菜的 对 都是五块 在这个买什么都觉得贵的年代 竟然还有五元的小笼包或是煎包 不少消费者直呼老板是佛心来着 老板则说自己卖的是美味 只要不亏钱就好了 记者房间凯琳锦鱼 三重采访报导